本节目由大过年的 羊羊爱吃红烧肉 这领埃拉小手的胡歌的纹身冠名播出 俗话说百帅孝伟先 在这喜喜羊羊和家人大团圆的日子 作为中国有孝心的本老 今天就带你们细数那些磁带A面 是常年不能回家过年的明星idol 磁带B面 则是孝心满满的正能量少年 现在孝心体质之 羊羊最爱女神的红烧肉 目前正在赶工武动贤窥的羊羊 可能春节也要继续工作的她 是个名副其实的妈妈空小子 在近日曝光的视频中 想不到你原来是 爱吃女神妈妈做的红烧肉的少年羊 习母中的女神吗 对 我的妈妈 想吃女神做的妈妈 这些秘密的妈妈 每周末都要风雨无阻 送羊羊去学习舞蹈 放弃在老家的一切 来北京照顾羊羊 在七年前的采访中 提到妈妈的羊羊 几个笑声不吝 不提话的眼泪也漏下来了 对对 想当是家里人 是我妈妈 哦 用我笑 真的 哎呦这手就得咒了呀 哦 你是不是很巧就离开妈妈吧 你应该到北京来读书吧 哎呦不想哭 面面不哭 这样事的 是个不忘妈妈的孝心羊 才是羊毛们最爱的面面 那些说踢身倒膜的可以出门右转了 我们也大概是回家吃红烧肉去了 自带孝心体质之 正爽 消失 只为陪伴你 我们爽妹子简直就是热搜热点收割机 虽说消失调养中 却始终不离热搜吧 这个让全世界知道 她是孝顺哥儿的爽妹子 宅在家 还不忘和爸爸做起不公活 去年十月 还在拍戏的爽妹子 听到外婆生病 马上租上私人飞机前往上海 为外婆收起了最佳的治疗时间 期间还时常陪外婆散步 别说话 让本老留三十斤的泪水线 我猜下次爽妹子复工 八成会坐着木制的木头飞机 自然孝心体质之 彭于晏 走哪都要带着你 外表肌肉十足的彭于晏 内心却是一个疼妈癌的晚期患者 不仅拍戏工作都要带着妈妈 甚至说走就走的旅行 只为带她环游世界 很多的朋友要去维也纳 那我们就听到说 那我们隔天就买一票 我跟她就 我就比较习心 就带着她 就去维也纳玩 然后去萨尔士堡滑雪 尤其是拍破风这部电影的时候 就带我妈拍戏 我们去了很多城市 像 就要高雄啊 墾丁啊 开鲁巴啊 然后 台中 趁你还年轻 带你游遍全世界 在彭于晏这里 自己负责赚钱养家 妈妈负责游山玩水 貌美如画 自带孝心体质之 赵立昂 再忙也要拉着你的手 人怕出名 猪怕壮 最红不过 丽影照 喝口水都散发朝黑体质 却默默秉承着 要想富 先秀鹿的小康理念 为家乡父老乡亲 秀马鹿 去年推掉工作 参加弟弟婚礼的营保 不仅台上深情告白 表孝心 台下那双 散发着孝心光芒的小手 始终拉着妈妈的大手 想不到心向清华园的营保 D-Flag也要争当文化园 居然还有一颗大大的孝心 本老就是喜欢这个接地气 又会包玉米的姑娘 自带向心体质之 胡哥 不是岳飞 也能把你磕在后背 我们的老干部胡哥 一向秉承着 家人在哪里 哪里 就是家 来到博物馆的胡哥 带着爸爸 盯着自己的新家 跟在爸爸的身后 简直是一枚听话的boy But 这个COS岳飞的听话boy 居然在一次表演中 亮出了自己的纹身 图案居然就是父母的结婚帐 这样爱父母 就算不能金钟报国 亦能 我说胡干部 下次微博沦陷时 请亮出你的孝心纹身 自带孝心体质之 王俊凯 家乡味道的祝福 一向很好很乖巧的队长凯 去年母亲节期间 替几千万儿媳 帮着妈妈洗菜 一时以来本老身边的 准儿媳的执着 老刚真棒 去年12月 再放一枚孝心炸弹 外公大寿 还在外受动拍戏的大賴酸 第一时间送上了 满是香音的祝福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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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在孝心体这支陈伟婷 在家在外接孝心 表面高冷 内心暖男的陈等等同学 自在BGM的前行时 遇到机场老奶奶摔倒 到底服不服这种社会伦理问题 我们的等等同学 选择马上扶起 这个暖心的隐形不好 还算花费2700万 卖豪宅送妈妈 投资有道还不忘尽孝 请问陈等等 你还吃老母亲吗 能住豪宅的那种 芒果捞心玩 虽然工作原因巨少离多 但依旧孝顺在线的爱豆们 真的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新的一年本来就以你们为榜样啦 报答